第十四集 运动士说三岁定八时,三岁深沉不可马虎,因此跪脚一早起来,就被从头到脚的用粉色系的衣裳和头饰打扮了一通。 站到镜子前看自己时,不由瞪大眼,活脱脱的一粒果汁糖,还要是骨香骨色的果汁糖呢。 哇,桂戒儿好漂亮。 桂戒儿正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症呢,旁边就有赞美声传来,侧头一看,却是小胖子李甘雨。 李甘雨七岁了,比仙石瘦些,眉眼也长开了好些。 打扮得像一个小少爷,很拿得出手的样子。 桂戒儿听得李甘雨赞她,还笑嘻嘻地凑进来想拉她的手,退后一步说。 我自己走。 出了房,听里董玉缠却和巧娘说得热乎。 一见桂戒儿出来了,茫茫递过自己买的玉佩说。 桂戒儿来,我给你戴上,这里虽薄些,却是我的一片心意。 说着,已是拉过桂戒儿,帮她系上了玉佩。 生日收礼物,应该没什么不妥才是。 桂戒儿见董玉缠一边帮她系玉佩,一边似乎在偷着笑。 小小心里猜测了一会儿,想不出她一个妇女送她一个玉佩能有什么意图,过一会儿便也丢开了不再细想。 原来董玉缠早起带了李甘雨到董事家串门,见得她提了礼物,要赶往桂戒儿家为她贺收。 想起桂戒儿的爹现在也是举人,桂戒儿又生得可爱。 再加上有董事这个疼她的干娘,实时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人选。 在想起之前自己跟董事开过的玩笑话,说要桂戒儿做她的儿媳妇的事来,这么一想,就拉了董事,非得要跟着来给郑家的桂戒儿贺收。 跟着董事来的还有林翠和方文伟。 林翠坐的一坐,跟董事说了一声,先行回娘家了。 这里巧娘瞧瞧问董事的。 小翠过门也半年多了,肚子里还没动静吗? 还没呢,她自己也急,这回跟着来,忙忙回娘家,怕是让她娘陪着去拜拜送子观音呢。 董事说起这个,扶尔过去跟巧娘的。 两个好的,蜜蜜条油呢。 偏生没个动静,我已煮了文信,让她到书房里睡几晚,隔开几日再到房里,看看可好些。 桂戒儿竖起耳朵,听着他们说悄悄话,也听了一个大概。 暗暗点头,少年夫妻太平密了,确实容易补孕呢,隔开几日,确实有道理的。 巧娘见桂戒儿凑过来,听他们说话,笑着推开道。 小孩子家家的,怎么大人一说话,你就喜欢凑过来。 桂戒儿,今天你生辰,这是送你的,拿着。 郑明夜拿了一只雕刻的活灵活现的小鲤鱼,递给桂戒儿,笑着说。 找了木匠家的,好容易寻了那颜料,涂上颜色。 你看看,涂上颜色了,远远一看,倒真像鲤鱼一样了。 原来郑明夜平日空闲,最喜拿了木头,雕刻出一些小动物。 雕的小鱼小鸟,醉事栩栩如生。 桂戒儿上回见他雕了一尾小鲤鱼,鱼尾弯弯翘起,鱼鳞清晰。 要不是颜色不对,跟那水里游的鱼几乎没两样。 不由暗暗吃鸡,看着手雕工,要是放在线袋,那可是雕刻大师了。 便跟郑明夜说。 小叔,你涂上颜色,然后送我好不好。 郑明夜自小便喜欢拿着小刀雕些东西,从没有人表示欣赏他雕的。 之前桂戒儿和小来初,虽也拿了他雕的小动物去玩,但却并没有像这回这般郑重其事地跟他说。 听得桂戒儿这般说,自是喜滋滋的。 这乡下地方也没有人卖捺颜料,我去到哪儿寻去? 这个先送你,待下回寻了颜料,我再另雕一个,涂上颜色送你。 听桂戒儿今日生辰。 郑明夜便寻了木匠家的,好容易得了颜料,便细心地把雕的鱼涂了颜色,这才厚着时辰拿来送他。 桂戒儿接过郑明夜手里的木雕鱼,见比上回雕的那个还精巧些,不由爱不释手。 李甘雨和方文伟围过来看桂戒儿手里的木雕,第一次见到涂上颜色的木鲤鱼,用手黏了黏,也不掉色,都惊奇地说。 像真的一样啊。 一面回头去找郑明夜说。 可不可以,也雕一个给我啊。 郑明夜见他们喜欢,笑道。 家里还有,只是没有涂颜色的,若是不嫌,一人送一个给你们玩。 李甘雨和方文信听说没有涂颜色的,有点失望。 跟了郑明夜进去房内看时,见虽然没有涂颜色,叼得生动活泼,也很好玩,忙一人挑了一件,喜滋滋地出来了。 张黑桃见巧娘要陪客,忙让小来出去跟桂戒儿玩。 自己扶着大肚子去灶下洗菜。 巧娘跟董事和董玉禅说了一会儿话,也近了灶下,与张黑桃道。 你莫蹲得太久了,看压着了肚子,我来洗吧。 张黑桃早挪了一张矮凳子做了,笑着说。 不相干的,压不着肚子。 明夜特意做了这张矮凳子,宽大结实,中间还凹进去一块呢。 我坐着,感觉比坐那些高下的凳子还稳当些。 硕士丹丹,亲家旧母来了还罢了。 今儿她堂姐也跟着来,且是第一次。 你自然得陪着。 这造下的事就交给我了,我也不是第一次大肚子了。 看别人家的,谁不是大着肚子什么都做呀。 也是你们体谅着,我还试试地讨一趟。 说还不知足,可是讨鞋。 说着,自己就笑了。 因张黑桃怀的这一胎,先是长长头晕。 现下虽还未到临盆的时候,肚子却大得吓人。 巧娘等人,自是不敢让她做重活。 张黑桃见巧娘说着话,已是挽起袖子,蹲下来洗菜,让她只管出去坐着。 只得扶着腰站了起来,出去陪董玉禅等人说话。 带得烧好饭菜,大家正要入席,只听得门口有人来喊震婆子,喘着气说。 村口,好几辆马车都往这边来了,举人老爷就在里面呢。 车帘经开时,我见到两个气派的男娃,还黄眼到几个嬉皮白肉的夫人。 我肚子是,举人老爷和京城里的亲戚来了,你们快些出去迎接。 镇婆子和巧娘等人一听,喜得不行。 巧娘嚷着说, 林发可回来了,同行的该是二哥和三哥他们呢。 董事一听,也茫茫地跟了出去迎接,拍着手说。 全无二,出来是没让人留门,他们应该是先到镇上我家,前家里锁了门,一切儿全跑着来了。 这会儿地小,少不得跟人进些椅子,就把门口大家坐着。 几个人说着话,奔到大门口。 没走多远呢,几辆马车就全进来了,可不是证明发他们吗? 大家乍着呼呼地见了面,又忙着迎到大门口。 果然人太多,东西又多,董事只得说。 你们人下来,东西就别下来了。 待会儿回去,我们那儿再放东西下来。 巧娘这儿,没法放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穿越小说,小户千金。 作者一壶好茶,主播甜心。 方瑶还罢了,方瑶与巧娘和董事已经是好几年没有见面。 这下来,则是有许多话要说。 庆氏在旁边见桂姐儿今天打扮得好看,忍不住就抱了起来,笑着对巧娘说。 桂姐儿打扮得这么漂亮,倒不逊色经理的那些小孩子。 不过她今日生辰,她跟娘帮着坐在新衣上,赶着穿上了。 崭新崭新的,这就看着像些样子伴了。 巧娘笑着谦虚了一句,见张黑桃已在邻居那儿借了好多椅子,放在大门口,忙招呼众人坐下。 方文龙和唐绍华也听得今儿是桂姐儿的生辰。 忙围了上去,学着看戏时,看到贺寿时戏子说的话,脱长腔调说。 小的和桂姐儿三岁生辰,特献上贺礼一饭。 桂姐儿听得方文龙和唐绍华怪声怪调的,扑游哥哥的笑了。 方文龙自然是献宝式的,拿了一个长条形的锦盒递给桂姐儿。 一边手掌伸开,做扇子状挡在嘴边,扑到桂姐儿耳边,敲声说。 这可是好东西,能看好远的,上回二叔家的文凤想要,我没给他,想留着送给你呢。 桂姐儿知道他所说的文凤,却是二舅方霄和妾室夏智所生的女儿方文凤。 今年好像是四岁,大了自己一岁,家里也是疼得宝贝似的。 没想到他想要方文龙这个东西,方文龙还不肯给,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了。 一边想着,一边揭开盒子,掀开几层颈部,露出一个长条形筒状的东西。 望远筒? 桂姐儿惊奇了一下,拿出来凑往眼睛里一看,远处的东西果然看得清清楚楚,波犹哇的一声叫道。 哇,还真是好东西啊。 桂姐儿,你还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呀,真聪明。 方文龙见桂姐儿拿了望远筋,本来想告诉他是什么东西,要怎么用的。 没想到他自己一拿,就凑近眼睛去看,还惊喜得哇哇大叫呢,不由笑道。 这个叫望远筒,能看到很远的地方,听说以前有人打仗时,也用这种望远筒来观察敌情,但是做的没有现在这个精巧。 这古代物资区,有许多看似普通的东西,在这里也不易见到和买到。 方文龙这个望远筒,确实是一份大礼。 桂姐儿心里欢喜,一手拿了望远筒,一只手去摇方文龙的手,笑着说。 谢谢文龙哥哥哥,你喜欢就好,不用谢。 方文龙见自己珍藏的这份东西,果然博得桂姐儿的欢言,也极是开心。 转头去看唐绍华说,刚才听说,你也有礼物要送桂姐儿,在哪儿呢? 唐绍华慢吞吞的从怀里掏了一个锦盒出来,见方文龙和桂姐儿瞪着锦盒看,黑黑笑的。 哎,我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,只是怕路上摔碎了,特意拿了锦布层层的包着,又装了盒子而已,希望他还好好的,不会缺手缺脚。 桂姐儿放好望远筒,身上拿过唐绍华手里的锦盒,揭开了看时,不由挣了一挣。 里面是一个逃泥捏的胖乎乎的小女娃,拳头的,笑眉笑眼,看样子怎么有几分像自己似的。 这个是我跟了爷爷出去,在闹市上看的,当时见他有几分跟你相像,就买了下来,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。 我记得上次跟文龙来时,你很喜欢我带来的一对小工才,只是玩着玩着就把他摔碎了,当时还差点哭了呢。 这个胖娃娃,看着更好玩,你可别再摔碎了。 唐绍华一本正经地说着,抬头见方文伟和李甘雨都凑过来看那泥公仔,窃窃笑着说,捏得真像桂姐儿,要不知道的,还以为是照着桂姐儿的样子捏出来的呢。 别胡说,我哪有这公仔那么胖。 桂姐儿哼了一声,左看右看,却是极喜欢这个胖公仔的,真怕摔碎了,忙忙跑房里收好了才出来。 出来时,方文伟和李甘雨也是凑过来央求说, 桂姐儿,刚刚文伟送你的那个稀罕的望远桶,可以借给我们瞧一瞧吗? 桂姐儿见方文伟和李甘雨,一副稀罕得不得了的样子,笑呵呵地把望远桶拿了给他们,叮嘱道。 别摔坏了,放心放心,保准小薰拿着。 方文伟先行接过了,凑近眼睛看了一眼,惊叫道。 哇,那边张大婶跟人说话,我连他脚上穿的草鞋张了泥巴,也看得清清楚楚呢。 还有还有,那边有一只小猪,用嘴巴拱着墙角,也看到了呢。 李甘雨焦急地搓着手,在旁边直着。 文伟文伟,你看完了没有啊,轮到我看看了。 文伟文伟,依依不舍地把望远桶递给李甘雨,催着说,快看快看,看完再给我看。 那边大人们都在催道,快过来吃饭了,别看了。 巧娘见菜不大够,又去造下再炒了两盘。 张黑桃从张海妹家借了盘子过来,笑着说, 海妹他娘说腌制的咸菜,吃着爽口,问我要不要拿些过来。 我想着京城里的人,想必是吃惯了鱼肉,没准爱吃这咸菜呢,因此撕了小块上了桌。 没这想,他们真爱吃,只说一路上吃的饭不好消化,这撕吃点米粥就这小咸菜呢。 这咸菜咬着扑扑脆,最是开胃了,一盘子钱菜上桌,倒是叫他们全吃了。 你大嫂在外,取消他们咸菜命呢。 巧娘笑了说,他们就是爱吃咸菜,你再跟海妹他们要点。 咱们自己腌制的,放制的时间久些,有些软绵,却不脆了。 我这里再炒一盘子花生出去,应该也竟够了。 张黑桃印了,拿了盘子去了。 唐明山等人,因见贵姐儿小小孩子伶俐,却笑着说起京城里最近一件轰动的事。 说是青天见贺间症的孙子,名唤贺年的,自小就聪慧。 四岁时,跟着家里大人出席某官眷家的宴会。 席间,因看见女主人沈三夫人眉心里,有一颗米粒大的痣,脱口道。 此为贵之,必生贵子。 因沈三夫人连生六个女儿,没有儿子。 卸下年已四十许,对生育仪式早觉了念想。 听得贺年的话,虽觉他小小孩子说出这个话来不简单,却也不敢当真。 不想过得两月,却有孕了。 后产下一个男婴,此事引得轰动。 后来又有传言出来,说到贺年小小年纪,自打胎里带来的灵气未退,测算之数吉利。 不过几岁大,一下子名上,竟直逼其祖父贺奸正轰动金领。 郑婆子听得贺奸正一家测算之数如何如何神奇,便也吹嘘起妈祖庙旁边那个曾老道测字算命多准什么的。 方瑶和方霄还罢了,气势唐梅娘等人却全听住了。 唐家诸人毕竟是商人,想见贺奸正和其孙子,自然不易。 但是这乡下地方的测算之人,却是想见就能见的,这下都来了兴趣,笑道。 老道既是如此临,不如咱们吃完饭,去妈祖庙里拜一拜,顺便让他测一测。 大家好容易吃完饭,真哥就商量着要往妈祖庙旁边,让曾老道给测一下。 谢谢大家。